杨子究竟对纳英做了什么,才会被他指着骂不得好死。 一切都起源于2021年开播的一档破案综艺,杨子和纳英同为嘉宾。 前几期的节目中,小年轻杨子拿到了卧底剧本,他凭借精湛的演技,成功混到了最后,导致中年玩家纳英输掉了游戏。 玩游戏吗?输了赢了都很正常,没想到纳英不爽了,直接对着杨子开炮,说出了不得好死这几个字。 从这以后,纳英每到玩游戏就跟杨子叫上了劲。 比如庆云年专场,杨子弱弱的辩解自己不是奸喜,纳英不信就不信吧,偏要吐槽杨子是假单纯。 还有某期节目组请了许多嘉宾,让他们站到自己支持的人后面。 曾黎看到杨子没人选怪可怜的,就好心地站到了他身后。 没想到纳英大手一伸,直接把曾黎拉进了自己的阵营。 以及大家一起比赛藏东西,宋亚轩藏的身,纳英由衷赞美。 轮到杨子藏的身,纳英就忍不住感叹。 Excuse me,纳英自己藏到了项目的盖子上,杨底找了一圈也没找到。 而事实上,打败纳英的不只有杨子,还有同是卧底的孙红雷,以及角局的黄子涛。 但他偏偏只跟杨子较紧,可面对较真的前辈,杨子是怎么做的,他全程礼貌有加,纳英说啥他都笑眯眯的听着。 但杨子越谦卑,观众对纳英就越愤怒,纷纷指责他这是在对杨子实施职场霸凌。 尽管纳英在发布会上向杨子道过歉,才说是自己玩游戏太较真了,但并没有打消观众的怒火。 就在纳英饱受争议时,杨子主动发布Kill了纳英,提议下次一起玩,逆迫两人不合的传言。 有人问,像杨子这种级别的顶流小花,为啥被人骂不得好死,还肯帮对方澄清? 我想是因为于心不忍,因为没人比杨子更清楚,恶平有多伤人。 二,2008年,16岁的杨子被33岁的杨子,用一条钻石项链禁锢了青春年华。 三年11月,已经靠加油儿女名声大造的杨子,签约了杨子旗下的距离影视。 没错,此杨子就是黄胜一的老公,才大气粗腰缠万贯。 而在签约的那天,大杨子对小杨子表现出了百分百的重视。 当天正好是小杨子的生日,大杨子特意定制了三层大蛋糕,亲自为他戴上了闪闪发光的钻石项链。 这架势,就差把力捧两个字写在脑门上了,然而谁也没想到,不到半年杨子就宣告解约,双方甚至取关了社交平台,从此形同陌路。 其中到底发生了什么,有人指向了杨子灭心的资源。 的确,杨子在签约期间,最拿得出手的作品是一部叫女孩冲冲冲的恶搞剧。 而戏数巨力齐下,除了黄胜一之外,聪明的艺人没几个。 很显然,杨子在这里男友出头之日。 更重要的是,对于杨子而言,签约巨力必大于力。 签约之前,她是口碑优良的国民闺女。 谁知签约之后,她就背负了插足的骂名。 有好事之徒揪着杨子给她戴项链这点,造谣二者有不正当关系。 全然没有顾及到,此时的小杨子,才是个16岁的未成年女孩。 可以说,杨子的演戏天赋全被禁锢了,此地不宜久留。 但令人寻味的是,杨子一家三年后在节目里说了这样一段话。 不过杨子签过的公司不计其数,没人知道是哪家。 但唯一可以肯定的是,她的心路一直不太顺利。 幸好杨子比谁都明白什么叫人定胜天。 所以她此刻演技,再交出了欢乐颂、心热、香蜜等暴剧后,最终成了九十小花的领头羊。 三,肖战提的不是杨子的裙摆,而是她的余生。 2021年初,227事件的男主肖战出席微博之夜,主动帮女搭档杨子提起了裙摆。 然而杨子小脚飞快,肖战连体五次,才勉强挨上了裙子的一条边。 因此有人断言,杨子是不想被肖战这颗烫手山芋波及,所以才会剑步如飞。 但是实果真如此吗?恐怕未必,因为不久后就有人拍到,这对合作搭档在横店相约聚餐。 而在年末的活动中,杨子还特意在肖战上台演出前为其加油。 坦白讲,自从肖战被殃疾后,不少过去经常跟他互动的人,如今都选择销声匿迹。 为什么杨子却没有,我想原因有两个,一个鱼工一个鱼丝。 鱼丝来讲,杨子一直是朋友圈里的仗义之人。 2018年,一碗胡辣汤将秦俊杰和张雪云送上了热搜。 起因是该年8月,秦俊杰跟张雪云在合作泡沫之下期间的花絮被翻了出来。 同视频中可以看出,秦俊杰在并非单身的情况下,毫无界限感地邀请张雪云冲饮胡辣汤。 而张雪云明知对方有女友,也没有拒绝。 有对象的人跟没血缘关系的异性,喝同一碗汤,放在普通人身上都是要闹分手的。 杨子能忍吗? 就在大家对此议论纷纷时,杨子和秦俊杰官宣分手。 这让张雪云的名誉雪上加霜,骂她绿茶的人更数不胜数,最终还是本属于受害者的杨子挺身而出,主动帮张雪云澄清说,自己的私人感情跟她没关系。 对曾与男友进食过的异性都能这么热心,更何况合作伙伴肖战,值得一提的是,杨子为肖战打气虽然是因为她仗义,但肯定也有现实因素,毕竟他们还有一步在播剧,双方维持好关系,当然是百利无一害。